大威德天天晨报 2024年7月10号周三 长春藤100专业SAT培训 美国名校规划助力孩子晋级 社团简讯 极端天气愈演愈烈 提醒小伙伴们重新审查一下自己的房屋保险 任何树导火灾水烟等灾害发生时 拨打911电话以外 同时中文联络灾害救援公司SurfPro温哥华 协助救援止损修复和保险赔付等 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的西门飞沙大学SFU医学院 确定了首任院长 从BC省政府再获得3400万加元的额外资金 该医学院将成为除UBC医学院以外的 本省第二个医疗专业高等学府 着重培养BC省紧缺的家庭医生 学院将于2026年开始招生 2029年第一批学生将开始住院实习 到2031年为本省培养出第一批家庭医生 从SFU医学院毕业的学生 也可以申请到其他医学院 进修更专业的医疗学科 西门飞沙大学已经向加拿大皇家内科医师 和外科医师学院提出三年医学院课程的 正式认证申请 BC省烈焰高照 安大略省却倾盆大雨 加拿大今天是冰火两重天啊 肆虐加勒比海的飓风白瑞欧 北上今天经过东部各省 给多伦多地区带来好雨和洪水 温哥华都会区继续受到一个高压级的控制 西温区以30.8度打破自己40年的高温记录 炎热的天气至少持续到下个周末 据央视网报道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显示 目前中国综合立体交通网总里程超过600万公里 主股价空间布局已基本形成 已连通了全国超过80%的县市 服务全国90%左右的经济和人口 长春藤100教育 专业Sight培训 美国名校全程规划 助力您的孩子步入顶级名校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 和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kk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 请不吝点赞赏支持明镜与点栏 别忘了